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Sarah 这周的好务时段是想和大家分享一双我近期穿着率超级高的球鞋 而且这双鞋就是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见到一双球鞋 我就马上下单的这种冲动了 这双鞋就是纽巴伦最新推出的鞋款叫做327 首先因为是我的生日就是3月27 那么我看到327的时候可能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共鸣 但是主要我特别的喜欢就是因为它这款鞋的鞋型 那我买回来这双鞋之后呢 我也有了解一下这双鞋的一个历史吧 所以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纽巴伦早在1906年就已经成立了 直到1975年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上 它的冠军就穿了一双纽巴伦的320 所以当时纽巴伦一下又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再加上很多的报道嘛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知道了纽巴伦 然后第二年呢 他们又对这款320做了一个外观上的重新的设计 让它变得不但可以适用于跑步 更加的适合日常来穿 320之后的一年呢 他们又推出了一款户外功能的鞋 叫做355 那355这双鞋除了延续了320的一些特点之外呢 它在功能性也是有一个加强的 所以这双鞋呢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那327这款鞋型呢 它是一个新的鞋型 它是融合了320以及355 这两款特别爆火的鞋的一个特点 就比如说它前面的这种兔崖设计 以及它侧面N的这个logo 它这个N是非常大的 整个鞋面会有一个这种框架的支撑感 再加上它的鞋底呢 是这种外翻式的鞋底 还有它的鞋面呢 也是这种几皮拼接的鞋面 所以37这双鞋呢 就是融合了当时这两双鞋的一些元素 也是非常凸显70年代的一个风格 所以看到这双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复古的感觉 而且这双鞋给我的感觉 也不是说特别偏向于运动啊 或者跑步有功能性的 我觉得它整体的这种鞋型呢 就是会比较偏日常 然后会稍微有点那种潮的感觉 然后这双鞋我穿起来呢 也会觉得舒适度非常高 它特别的轻 就穿在脚上 几乎就是没有太多的重量 而且它这个鞋面呢是很薄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春夏来穿 还有就是它有很多的颜色 也是不分男女款的 我也给隋先生买了一双蓝色的 就是那种牛仔布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配一些牛仔裤的时候 就挺好看的 那我自己呢就还是选了一个 很干净的这种奶白色 然后它鞋底的部分 是一个这种棕色的鞋底 可能有点脏 因为我这双鞋真的最近穿的太多了 我觉得棕色和白色呢 它不像黑白冲撞那么的强烈 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偏柔和一些的 也是比较适合去搭一些小裙子啊 或者短裤都可以 它非常非常百搭 然后前一阵我还看到 好像是金晨 他在机场的街拍也穿了这双鞋 但是他搭了一个那种很紧的 很短的一个小上衣 下面搭了一条西装裤 所以这双鞋去搭西装裤一下 也是有那种混搭的感觉 也是非常好看的 总之这双鞋 我觉得它整个的鞋型 就长在了我的审美上面 然后从舒适度啊到百搭程度上面 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双这样的球鞋了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的好物时段 希望大家还可以喜欢这一次的分享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